如果我是一剑连 我肯定坐不住了 不管三加二十一 先出来澄清一波再说 给那些造谣者一些警告 同时也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一剑连及其团队 啥也不说 啥也不做 就算是众多粉丝想帮你证明 想帮你开脱 想帮你洗白 都显得不够说服力 近日 中国南南的领军人物易见连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波 一则涉及其与TS开放的聊天记录 在网络上疯传 引发全民关注 据称 涉事女主京城桥姐竟然是个TS 居然还是长成这个鸟样 我是打死也不相信 阿联的口味会这么重 不过最让人振奋的消息是 这个京城桥姐昨天在北京机场 准备逃往英国时 被警方当场抓捕 相信很快警方就有最新的消息公布 另外 此前公布的一间连的身份证照片 和他的一张裸照 都被指 P图很极明显 裸照中的影子问题 更是让人难以心服 何况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被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所包围 科技虽然正在改变世界的真与假之间的界限 但也在模糊我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 也说过 如今的AI已经让网络的一切变得真假难辨 你看看下面这些视频就知道了 这些视频都是联合成的 你亲眼看到的听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我相信阿联这次是被人害的 为何我这么相信一间连的这次风波是假的呢 因为如果你了解他的成长经历 你也会觉得这次事件也是假的 1987年10月27日 一间连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江门市赫山市 从小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篮球天赋 2002年 年仅15岁的一间连进入了CBA 并效力于广东红远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迅速成长为球队的核心球员 带领广东红远队多次夺得CBA总冠军 2004年 一间连入选了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 开始了他的国家队生涯 2007年 一间连在NBA选秀中 以第六位的成绩 被密尔沃基雄部队选中 正是踏上了世界顶级篮球连载的舞台 尽管在NBA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祈福 但一间连始终保持着对篮球的热爱和执着 并努力训练 他先后效力于密尔沃基雄部队 新泽西网队 华盛顿七彩队和达拉斯小牛队等多支球队 成为了中国篮球在NBA的代表性人物 回到CBA后 一间连继续发挥着他的领袖作用 他带领广东红远队多次夺冠 并多次荣获CBA常规赛和总决赛的NVP 而他在国家队更是除了姚明外处于无人能及的地位 作为前中国男篮的标志性人物 一间连在场上表现有目共睹 其在中国篮球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无人能及 2004年 年仅17岁的一间连首次入选了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 从此开始了他在国家队的辉煌生涯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 一间连始终是国家队的绝对核心和领袖 他带领中国男篮在国际赛场上屡于创佳级 中国男篮在2006年世纪赛上闯入16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更是历史性的闯入8强 创造了中国男篮在奥运会上的最佳战绩 在这两届大赛中 一间连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不仅在进攻端展现出强大的得分能力 还在防守端承担起了领袖的责任 为球队的胜利立下了汉马功劳 如果说前面这两次大赛都是姚明的挑大梁 那后面就是一剑连独扛大棋的时候 在2011年和2015年的亚锦赛上 一剑连带领中国男篮取得亚锦赛的冠军 在这些比赛中 一剑连都是球队的绝对核心和得分王 他的表现无疑是中国男篮能够取得家计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一剑连的篮球生涯充满了荣誉和辉煌 他也是中国篮球的传奇人物之一 在球迷心中 他一直是大哥一般的存在 形象为光正 因此此次事件一出 无疑让众多球迷震惊不已 纷纷表示不敢相信 甚至有人猜测 这起事件可能是恶意策划的栽赃陷害 试图扳倒一剑连 或借此缓解另一事件的舆论压力 至于是另一事件是什么 有人说猜测是为了转移大家 对王宝强的风波的关注 毕竟一剑连的妻子本身就是模特 美貌天仙 他实在没有必要去找一个TS 而且还是长得不咋样的TS 然而 无论真相如何 此次事件已经对一剑连的人生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多个品牌商已经选择暂停与一剑连的合作 而背后的赔偿问题更是让人担忧 刚退已没多久的一剑连 是否会因为此次事件而遭受重大损失 甚至被扒一层皮 更是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面对此次一剑连事件 我们只能保持谨慎的态度 等待真相的揭晓 毕竟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真相往往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 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 只能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静待事态的发展 同时 我们也希望一剑连能够尽快站出来澄清事实 还自己一个清白 也给所有球迷一个交代 聪明的网友 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